大兄姊妹平安 很感恩我们又进来九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日 我们记得夏天的时候 今年特别的不平凡 有很多处地方有山火 并且有高温严热的日子 但是感谢神 这些一一都过去了 神又带领我们入到一个 开始有秋天景色的地步 神的恩典满满 我们很相信神是保守 以及带领我们的一切 很感谢主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经文 是在《新的圣经》 第一段是《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二段是《贴萨罗尼加前书》的第三章经文 主题是讲到在动荡中要站稳 在动荡中要站稳 大家都很明白 在这段新冠疫情以来 差不多两年时间 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生 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这个社会 改变我们的家庭 改变我们一五一十 很多很多的事情 而且接着于来 还有可能有很多的改变 我们能不能够回到从前呢 这些很多人心中的问题 或者互相在谈谈当中 都会发出的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回到以前 以前那些那么好的日子 我们很多时候都在问 很想 但也有人说 不能回头了 很多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做了就是做了 不能回头了 事实上很多事情真的不能回头了 虽然我们很想回到以前的日子 但实在上 又是很难回到从前 不过问题就是 从前是否真的那么好呢 不一定那么好 你记得从前 你经常有很多埋怨的 很多怨这个怨那样怨那样 你不记得了 因为现在就想说 以前很好 其实不是的 以前也不是那么好的 我们真的要在主里面 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信心和盼望 能够知道将来是会更好的 是成的恩典 就是在爱里面 不过我们现在面对的 在一个动荡的世代 有人说会不会就来远 但也有另外有人说不是的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可能只是站在一个历史动荡的周期的起点 什么是起点 就是起跑线上 现在刚刚才开始 可能接着还有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祸患 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 难以来的抵受的事情 正是要来发生 你看看人类的历史都是的 很多周期的 由这个黑死病 中古时期的黑死病 一个很长 接着有一个回转 接着就打仗 接着就冷战 接着就恐怖主义 现在就来到这个疫情 或者病毒的时期 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 在发生着 我们应该在主的里面更有智慧 用信心来准备我们自己 来到去面对 也有人说在我们眼前的不是一些什么静好岁月 无风无浪的日子 不是的 是一些接种而来的困难 产生一个时期 一个动荡的时期 什么叫动荡时期 其实就像你坐飞机那样 有时遇到气流 在空中有气流 你的飞机就在那里 在那里抖得很厉害 抛得很厉害 这个就叫震荡 我们真正面对着一个不停震荡 动荡的一个时代 我们有没有预备好 作为基督徒 作为读圣经的人 对神有信心的人 我们要如何面对 如何在动荡的时代 永远能够站得稳 有人说危机 其实就是带给我们挑战 挑战我们的耐性 挑战我们的能力 挑战我们的眼光和信心 危机 如果我们经得起这些挑战 就会带给我们有契机 就是一些美好的机会 一些很好的转机 是意想不到 会来到会发生 唯有在耶稣里面 我们才有这种盼望 唯有站稳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 我们才能够看到 经历到这种美好的盼望 所以在动荡的时代 我说兄姊妹 我们要为主而站得稳 我发觉新入圣经里面 使徒保罗 讲很多圣经的话语里面 都离不开这句话 重复讲了很多次 在不同的经卷里面 要站得稳 要在主里站得稳 在真理上 真度上要站得稳 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要站得稳 就是证明 在保罗的时代 是很动荡的 要不然他就不用重重复复在不同的教会的人的面前说这些话 不单止他面对着动荡的人生 他当时的世界和社会都是动荡的 你又看回圣经 耶稣的时代都很动荡的 耶稣的时候的巴勒斯坦那帮犹太人 是亡国路 没有了自己国家 受着罗马人的统治 在罗马人残酷的手段里面来过日子 很艰难 很动荡 所以到处都有很多战乱 有饥荒 有疾病 没有人来医治他们 所以在耶稣在这么动荡的时代 来出现 来去行神迹 去医好很多病人 以及医治很多心灵里面破碎的人 所以耶稣的时代是动荡的时代 门徒的时代是动荡的时代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一下 在动荡的时代里面 如何能够站得稳 约翰方第六章讲了一件事情 首先注意一下 约翰方第六章我们说是很长的 是超级长 超过七十节的圣经 都是放了第六章 有人说为什么不分开一点 因为第六章是很长进的一件事情 不能够将它斩开 不能够将它分断 所以一定要放在同一章里面说 那就是说第六章很重要的 有机会你将整个约翰方第六章 由头到尾看一次 你就明白了 耶稣讲了一篇天国的道理之后 很多人不但不明白 而且反感 失去了兴趣 所以圣经说从此 他的门徒当中有很多人退去 不再与耶稣来同行 这个好像很悲哀 耶稣本来是名嘴 知名的报道家 为什么这么失败呢 说完之后 不但人数没有增加 还减少 人数不停跌 真的很失败 但其实耶稣不是失败的 耶稣是说得对的 因为耶稣在一个动荡的时刻里面 就要将一些最重要的说话来说给他们 他说不是少数人离开 是多数人都离开 不是小猫几只走了 而相反 是走的是很多人 越走越多 最后只剩下12个门徒 你发觉耶稣是没有失败的 完全不是 在这段经文里面 他将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 这些人退去 退去原文的意思 就是回到从前的光景 刚才我一开始说 大家都在想 可否回到从前呢 回到以前呢 面对困难 我们就想退缩 就想回到以前的 通常是这样的 不想再走下去了 回到前面 通常都是这样的 是差一点点的毅力 一点点的勇气 我们如果撑过去就不同了 就是缺乏了那点毅力和勇气 结果我们就回到前面 但从前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不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那么好 所以退去的人未必是好的 只不过暂时 他们会觉得我舒服一些 暂时我可以离开挑战和考验 我们会不会都是 很容易就考虑要退去呢 或者我退出呢 或者我不再继续坚持下去呢 退去 这就是说到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灵性里面的信心 那个后跌倒和后退的原因 不外乎有两个 先讲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在生活里面 我们被击倒 面对生活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考验 很多的迫迫 没办法了 我们被击倒 就好像在拳赛 打拳的比赛里面 我们一下子不小心 被对手一拳来到击中 就整个暈坨坨 就跌在地上 那就输了 那就失败了 我们有时在生活里面 都是被击倒的 那个 你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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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十年的人生 发生了很多事情 发生了很多事情 高高低低高低起跌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都几乎 把我们击倒了 就是叫我们放弃了 灰心了 有很多人被击倒了 结果他就选择来到去 离场 退场等等 生活是很艰难的 是不容易的 回想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考试 读书 哇 很艰难的 不用考试就好了 这样 经历不了考试 我们就会被击倒了 就失败了 出来做事以为容易一点 谁知不是的 原来世界就是一个 一个大染缸 一个大困难 哇 很凄凉的 一颗眼泪 很困难的 都很容易被在工作的环境里面被击倒 有些人 晚上睡不着觉 早上不想上班 就因为他觉得在这份工作里面被击倒 很辛苦 很艰难 到开始找物色对象 就谈恋爱 就被滚 这个感情就击倒了 经常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一次又一次的受到创伤 有了自己的家庭 以为很开心 但是家庭的父女很多 家庭的责任是很繁重的 因为我们一条收入 就几十条开支等等 压力很大 再加上儿女的问题 如果儿女听话还是OK 如果儿女不听话 或者有些什么状况 令你担心 令你忧虑 哇 你真是日以继日 夜以继日 真的很艰难 在生活里面 我们常常被击倒 甚至有人说 熬到退休没有问题了 退休之后还有很多问题 第一健康就是一个退休人士 最担心最多困扰的一个问题 我们常常都被生活里面 很多事情来击打 一下子不小心 就会被一拳击中 就会倒地不起 信心也是这样的 因为生活艰难 令到我们被击打倒退 有人也因为生活的缘故 就跌到很沮丧的地步 经常都把自己困在一个黑洞里面 藏在一个黑房里面 那管外面的阳光普照 那管外面的戏经灿烂 但我们就宁愿躲藏起来 不敢见外面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是受伤 难受 这个叫沮丧 在治疗师的眼中 沮丧这个病是很严重的 影响人的情绪 影响人的心理 影响人来跟人的相处 还有日后的发展等等 是很严重的问题 很多人在信心的历程上 都很沮丧 我们表面上 仍然是一个礼拜日的基督徒 但我们整体基督徒的信心 很沮丧 所以我们要不慈地提醒我们 不要做一个像这帮人 听完耶稣所说的道之后 他们不明白 接受不了 他们就退场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生活的压力 就感觉到无力向前行 你留意到生活的压力 带到地步 我们的信心的能力越来越弱 的叫此消彼长 压力越大 我们的信心就越向下沉下去 沉到地步 好像信心没有了能力 我们是否像一个这样的地步 我说个人物 来解释一下以上所说的东西 会比较实际一些 很多时候人都将信仰和生活分开 信仰还信仰 生活还生活 好像我们礼拜日 早上我们又回来敬拜 我们就很投入享受这些诗歌 很喜欢听牧师讲道等等 很好 但下午我们就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里 我们就急着想去哪个餐馆订位置吃饭 喝茶 吃点心等等 然后面对着明天的工作 一直以来的生活 我们将生活和信仰 很多时候都是或然的 来分开 但圣经里面的人物 生活和信仰是分不开的 讲一个就知道 旧日里面有一个人物 是一个神人 神的仆人 是一个先知 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 黑黑有名的 就是叫做以宁牙 以宁牙大发神威 将这些巴厉的偶像 才全部一击就打倒他们 但他的实际生活 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信仰的那个墙上 他就很威猛 但回到生活里面 实际的人生的生活里面 就是很艰难的 面对很多压力 神吩咐以宁牙 你去到这个君王阿哈面前 宣告 就说你多行不易 神要惩罚你 你不经历神 神要惩罚你 怎么惩罚呢 天就不下雨 有人说 哎呀不下几日雨 没所谓啦 你就以为啦 你想想我们的 B.C.省 如果一个夏天没有下雨 搞成什么 很论随便是吧 山火已经这么多了 农作物又失收了 很多问题出现 但以宁牙宣布 天就不下雨 三年 哇 哇 但他真的有话有实说的 有话有力的 他说了之后 真的天不下雨 哇 很大件事 不过 你想想 天不下雨 地就饥荒 人就没得吃 这个神的仆人 以利亚 自己都身受其害 他的生活都立即 有了问题 没有了着落 怎么办 如果你说 哎呀 神要用它 应该照顾你 让他生活过得好一点 原来不是啊 他跟其他人一样 都忍受着 接受着 这个懲罚 带来的悲哀 还有贫穷 没得吃 但神又 要他拙处逢生 又安排了 你去过 郊外有一条溪流 在那里 喝那条溪里面的水 然后呢 吃东西怎么办 派一只乌鸦来 每天带一些食物来 给你吃 就是这样 简单单 就度过一段的日子 那你就想着 哎呀 这样下去也好 好境不尝 接着 溪流里面的水 就流干了 一滴水都没了 没得喝了 没水喝就大件事了 于是乎 神怎么教我 我侍奉你 我生活都成为问题 所以生活和信仰是离不开的 神就在最后的关头 就说 你离开这里 去哪里 去依靠一个人 是不是依靠一个有钱人 是不是依靠一个大户人家 不是呀 去依靠一个寡妇 还是穷那个 穷得来还带着一个小孩 他自己生活都很艰难 你去依靠他 神就这样安排了一个这样的生活状况 给以利亚 以利亚去到那里 这个妇人就说 我不是不想照顾你 不过我家里面得一点点面粉 得一点点油 做了个饼 给我 和我儿子吃了 明天就死吧 死就死吧 很绝望的生活 以利亚在神感动中 对这个妇人说 别管这么多 你先做个饼 给我吧 因为你做了这个饼 给我之后 神就会有供应 是源源不绝的供应 是不会停止 结果这个妇人听了以利亚的说话 真的这样做 从那一天开始 家里面的面粉不会减少 家里面的油不会减少 一路供应他们 相安无事 很多人误会 实际上就说 是不是以利亚和这个妇人 和她儿子一起同居 住在一起 我说不是 千万不要搞错 完全不是同居这回事 只不过在她的生活环境里面 有一个地方 来让以利亚在这里居住 我打个比方 好像温哥说 很多人会认为这样 家里后面有一个车房 车房上高 就许多一间屋 叫做什么 Lingway House 你去租给人住 或者给人住 类似是这样 以至能够有彼此的照顾 和照应 是这样的意思 但好境不上 生活里面的打击 一浪一浪而来 最后一个打击是怎样 这个照顾以利亚的妇人 她的独生子 有一天突然急病 去世死亡 哎呦 这个是天大的打击 我觉得我作为牧师 如果有机会 我知道她重病 我去探一下她 为她祈祷 安慰一下她 但是原来这个机会 都没有给以利亚 她听到的时候 就是说她死了 一上去探 都没有了 她说她祈祷都没有了 做什么都没有得做 这个就是生活的人 最大的考验 最大的打击 而最大的困难 打击压力 就是这个妇人开始埋怨 以利亚 埋怨她说 都是一天都是你 来到我家 要我照顾你 反而现在我独生子 我唯一的儿子 我想爱的儿子 我一切的希望都在她身上 现在她走了 不在了 都是你 不在了 我想以利亚一生的侍奉 最难忘的就是这件事 侍奉和生活 原来是紧紧相扣的 是分不开的 侍奉的场所可能很精彩 但是生活里面 她是一塌糊涂 很多困难 不过神是有恩典有怜悯 终于感动了以利亚 为这个已经死了的儿子 来祷告 结果圣经说 就使得这个儿子复活过来 结果最后这个妇人 本来是埋怨以利亚的 圣经怎么说呢 她对以利亚说 我现在才知道 经过这么多事情之后 我现在才知道 你真的是神人 神猜派你来到我们的中间 生活是一个考验 但是生活是一个挑战 是给我们有新的发现 新的认识 所以千万不要把生活和我们的信仰 和侍奉 是分开的 这是矛盾的 这是不可能的 有时候 生活到了一个地步 很大压力 像这个图那样 嘴巴向下 如果开心就嘴巴向上 就是说 愁眉苦脸 很辛苦 很难受 支撑不到下去 所以 令到我们跌倒的 第一不外乎 生活上的困难 把我们击倒 第二个令到我们跌倒 退去的 是真理上被迷惑 历代以来 也有很多异端 历代以来 也有很多异端 邪说旁门左道 影响基督徒 甚至有邪教 表面上就好像很合乎圣经 内里面却是来到去败坏人的信心 令到很多人跌倒 离开了主耶稣 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 这个令到我们跌倒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真理里面被迷惑 圣经保罗也说过 在末世的时候 有很多危难 也有很多迷惑 所以保罗说要站立得稳 站稳在主他自己的话语 他的真理的上面去 迷惑这个字 我看过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游荡 wondering 游荡 如果这样一想 就完全明白了 什么叫迷惑 因为游荡 魔鬼撒旦 都像个爬敲的狮子遍地游荡 游行来找我们 吃我们 攻击我们 但是我们有时候 自投罗网 自己放在游荡里面 很多基督徒都游游荡荡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万无目的 现在的电脑很厉害 搜尋器很厉害 大数据 你打一些关键字进去 被诡诈、被伤害等等 很多问题 所以保罗说真的不要受迷惑 耶稣在马太福音都说 要小心不要被迷惑 因为不小心的话 连神的损民都会受到迷惑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 要关注这件事情 当时有很多人走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耶稣有一大群人跟随他 有很少人听到 这话甚难谁能听 意思就是对耶稣那些说话 不明白 过去耶稣说的比喻 好好听 说故事 好好听 医病 非常好 但耶稣一说一些 稍微深到一些天国的道理 要人去付出信心 来到去跟从的时候 他们就不明白 他说这话甚难 不是一两个人这样的表态 他说好些人 很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发觉是的 所以圣经耶稣都说 人生有两条路 一条是阔路 很多人走 一条是窄路 很少人走 但阔路就通去灭亡 窄路就通去永生 很清楚 但很多人都走在阔路上面 听些好听些的 有趣些的 令到我开心些的 那些未好 为什么又要叫我奉献 又要叫我卫身 又要去舍己 又要跟随 为什么 这话甚难 接受不了 我们现在时候很喜欢说 我接受不了 就用我接受不了 就是一个最大的理由 来推却 推辞所有的东西 甚难这个字 原来的意思是 令人反感 令人反感 人们听了之后 不开心 不喜欢你 不认同你 不支持你 他们反感 甚至乎 初一开始都可能有礼貌 慢慢就可能态度很不礼貌 来说一些令你难受的说话 这话甚难 这个世代里面 基督徒我们要面对的 一个最大的考验 就是这些说 我们个个都想做好人 个个都想人们喜欢我们 但当我们去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 我们就失去自己 我们就失去自己 我们就失去自己的立场 我们就在真理的道上 我们就跌倒 我们就退出了 所以要说甚难的话 是要勇气 是要信心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耶稣都知道 虽然那些人在耶稣背后说 字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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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议论纷纷说 但耶稣很厉害 耶稣知道人们心里面说些什么 今天也是 所以你说 哎呀牧师你说这些很满 耶稣都知道你心里面说这句说话 要记住这句说话 耶稣知道我们心里面的说话 知道我们是二轮纷纷 这个世代二轮纷纷很多 个个都开网台 很容易开网台 就是二轮说 很多东西 五颜六色 七彩缤纷 但耶稣都知道 耶稣知道哪些是真话 哪些是假话 耶稣知道哪些 就是讨人家的宽心说话 耶稣都知道哪些 是真正能够造就人 帮助人的说话 于是乎耶稣就问这些人 对他们说 这话 就是刚才耶稣说的那些说话 是否叫你们被厌弃呢 我说的是否你们厌弃呢 就是你们觉得很烦的厌弃呢 厌弃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跌倒 而这个跌倒不是普通的膝脚跌倒 而是因为有些东西线着它 卡住它 它就跌倒 明白吗 就是好像我们第一次的咪线 不好意思 有时候电线摆得不好 长老也是 上来不小心卡住 卡住 跌倒 这就是被线着而跌倒 是否因为我的说话就好像 线着了你 你就被卡住了 以至你觉得有厌弃 有反感 有不开心 甚至你不能够接受得到 人生 我们的一生 如果你想回头 很多东西将我们的前绑住 摆脱不了 由我们出生到现在 很多东西在前绑住我们 什么叫前绑呢 就是你摆不下 你放不下 你很想忘记 但忘记不了 你很想不理 但不理又要去理 那种 做爸爸 做妈妈 做爷爷 做爸爸 做公子 你不想理 但又忍不住 又要去理 教会 我们不想理 但又要去理 为什麽 因为这跟我们有千丝万流的关系 人生都是这样 好像这个图 那样 有很多路线 都拯住我们 很难来到去抽离 很难来到去脱离 就是这样 有时候也是 我们做基督徒 有时候觉得 本来不想理 但好像圣灵感动 我们又要去爱这个人 又要关心那个人 又要帮那个人 就算他不理睬我 他不接纳我 拒绝我 我都要继续跟进他 去关怀他 去问候他 就是这个意思 人生做的 有些东西来前绑住 但问题是 一些更坏的东西 前绑住我们 令我们在很多罪恶的罗网里面 就像打猎的人 撤个陷阱 让动物走兽 经过不小心 跌到陷阱里面 就被他捆绑住 我们也是这样的 有很多无穷的欲望 将我们捆绑 我们迷惑就是游蕩 想知道很多东西 结果被困了 而这些欲望 很多时候表面上有益 很过瘾 很开心 但其实是有害的 以为我很懂事 但其实我是无知 所以菩萝就是 这是无知有害的欲望 弟兄姊妹 亩者 多少时候 太少人生 Orig上 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 不站位 在真理里面 不站位在耶稣的恩典里面 我们就很容易跌倒 被半跌 被执lt 跌倒 被掉到的网络 所以圣经说 我们真的不要看人 看人就会牵到我们 盯住我们 捆绑 Jackie 报导 被执ald 半跌我们 descendants 这段经文里讲到很简单 就是两种门徒 第一种就是中途退场的门徒 走到一半不走下去 走到一半没有耐性 没有兴趣 这么难的 哎呦不要拒绝了 要付出这么多 不用了 不用不用 耍手兼顶头就退场 人生有很多东西的退场 中途退场是逼于无奈的 是无可奈何的 我讲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在奥运会 运动会刚结束了 奥运会有些运动选手都曾经中途退场 本来他们已经训练有数 准备很好 每个人都看好他一定会拿奖 拿金牌 拿银牌 但是到中途退场 退出这个比赛 为什么 因为他受伤 他身体受伤 他不能够比赛下去 就是中途退场 我们也接纳情有可原 第二个情况 几年之前在香港 很多人都知道 在香港有一个很著名的歌手 开个人的演唱会 在洪馆开 而且他要打破他的人生的记录 要开几十场演唱会 但是唱到第十四场 高频满座 所有票都卖光了 有些粉丝都很踊跃 但是唱到第十四场 唱了两首歌 他就停了 都记得这件事 泪流满脸 在哭 不断地来到很抱歉 对这些歌迷说 我唱不下去 因为他的声带受伤 他失去了他的声音 一个歌手 失去他的声音 他怎么能继续 在无可奈何之下 他要中途退场 但是他的粉丝很支持他 很鼓励他 很多中途退场是无可奈何 或者你回想你的人生 很多事情里面 都曾经试过中途退场 是吗 如果是出于被逼 或者是无可奈何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 但如果不是 如果是我们意志不坚定 是因为我们不肯付出代价 不肯继续忍耐到底的时候 而中途退场 这是很可悲的 保罗说过 有一个童工 多马区 贪爱这个世界 结果就离去而去 这个就是中途退场 的一个情况 在约翰福第六章里面 讲到有一群人 本来很底地跟随耶稣 但是中途退场 而圣经说这些都是耶稣 曾经一道是他的门徒 中途离场 退出 很多人在中途退场 是因为什么 他去到生命 人生的低谷的时候 他忍受不住 他要投降 他要举手 投降 扯白棋 我不继续下去 他选择放弃 你是不是在人生里面 你有没有走过低谷 每一个人都有 无论在事业里面 健康 家庭 感情 婚姻 等等 都试过低谷 但是不要忘记 诗篇二十三篇说 我们虽然行过死任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认识神的人 一定会经历过人生的低谷 一定有 但是我们不要放弃 要倚靠神 就会走过这个低谷 一个低潮 一个困难的时候 我们之所以会中途退场 离不开两件事 第一个是看不见 第二个是得不到 看不见什么 看不到所想象的回报 是得不到期待的收获 这两件事会打击给我们最大的 我们喜之之开心心的希望 我看到 希望我付出了这些 就看到这些结果 但结果不是的 不但拿不到好的结果 还要受伤害 受伤害 被人批评 被人误会 被人中伤 这就很难过 很容易灰心 中途退场 我不玩了 我不继续了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人生的低谷 是难免的 是必然的 但是不要因为这个缘故 而被激倒 打退 要在生活里面站立得稳 真理上都要站立得稳 很多人因为站不稳 他就放弃 结果就删门 删门大吉 我们说 结业 现在很多人都在疫情下 捱不了下去 结业 关门 离场 等等 很多时候 但是信仰里面 信心里面 我们会不会都是离场 又或者 表面上 你没有举牌 说是离场 但是心中 举了很多次牌 说我不想继续 基督徒反省之后 他都说过这个 是的 我心中举过很多次牌 想离场 想退场 我不继续了 不跟从到底 是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经常说 离场 其实不是离场 而是离场 我们将自己离场 在里面 在我们的失望 灰心 沮丧 绝望 或者无可奈何的当中 结果 我们是中途 退场 退出了跟随主的路上 好像圣经约翰福音说 第六章说 这些人就退出 并且不再跟耶稣 来同行 是很可悲的一种情况 但是不要忘记 其实做生意 或者做投资的人 都知道有这种学问 就叫做J型的曲线效应 什么叫J型 就像英文字母 J字 大家都知道怎么写 是这样的 下来 那些事情都是这样的 但是峰回路转 不过这个J型效应 是要调转来写的 看看我的手势 一般我们写J 英文字母 是这样写的 由上高写下来 然后上去 这个J型效应 是由后面写上去 就是这样 看到吗 是这样写 他的意思就是 首先会退后 首先会跌下去 首先会失望 首先可能会有一种没有收获 但是慢慢我们 能够捱得住最下的弯曲 所谓低谷的时候 我们就有机会向上 要爬升 这个跟我们平时 做老师的改写 我告诉你 很简单 一踢就下 下去很快就上回来 但是这个J 不是一下去就这么快上来 你要捱一段时间 就是这样 这个低谷可能很久都不停 下去 但是慢慢爬上去 靈性的路上 信心的路上 我发觉 都是一个J型 你倒转来写就知道 你能够捱得过这个低谷 我们就慢慢看到生命的风采 生命的风采 生命的风采 很多人中途离场 因为他熬不过这个低谷 或者不愿意进一步的付出 以至他们是退场 离场 离开 所以我们不要做中途退场的门徒 相反要做第二种的门徒 在约翰福第六章里面说到 是有立志站稳的门徒 就是我站硬的了 我站定的了 我来到坚持到底了 这叫做立志站稳 就好像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跟别人做决志的讨告就是 是有决志、立志 一生来跟随主 不是没有困难 不是没有挑战、考验 而是真的有的 但是我仍然站得稳 立稳在神的真道上 所以耶稣还问他 只剩下12个人 就是12个门徒 其他人都走了 只剩下12个门徒 又问他们 你们也要去摩 你们是不是也要走 耶稣也是老实不客气的 你们是不是也要走 如果照另一个换另一个 就不会这样问 就是说 你们不要走 拜托你们不要走 但是耶稣不是 你们是不是也想走 就是这样的意思 耶稣这样的意思 给这些真的跟随主的人 一个很大的考验 很大认真去想清楚 你们是不是也要去 但其实我发觉 耶稣这个问题 由2000年之前问到现在 问到每一个时代 这个问题都浮现在很多人的心中 很多基督徒的心中 直到今天 可能都在你的心中 我是不是也要退出 我是不是也要不再坚持 我是不是也要放弃我的想法和原则 人家走的路这么容易走 为什么我要走一条比较 选择一条更难走的路 为什么人家不肯去付出自我享受 但是为什么我要付出不断的社记 这个问题 你们也要去吗 这个问题 一直盘旋在很多基督徒 他们想跟从主 但是面对生活很多困难 时代很多动荡的问题 在他们心中 我们说是 迎要不走 今天很多人都在面对这个事情 是不是我也想 走呢 离开呢 我相信主 我是从年轻的时候相信主 年轻的时候 很多同学和朋友都一起信主 很开心跟从主 一起团契 但是日子久了 就发觉 原来很多人退场 很多人不再跟从主 很多人放弃他的信仰 侍奉了主一段时间之后 又看到很多曾经一度熱心侍奉主的同工 他又退场 他又放弃 我看到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信心和生活是紧紧相扣 你不能把他拆开来看 是连成在一起 唯有我们忍受这些好像 极形的曲线的发展 在这个生命的低谷里面 倚靠主去暂立得稳 我们就必然能够最终 看到神有美好的带领 西门彼得在带头的门徒 立即回应耶稣 他说主啊 你有永生知道我们还归从哪一个呢 他有一个信仰的告白 信仰的宣告 还有留意 彼得虽然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人 但是他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如果你留意到彼得前书彼得后书 都需要提到爱心 所以他不会说 你有永生知道我还归从谁 他不会以自我作中心 他说我们还归从哪一个呢 他将十二个人连成在一起 他们会觉得我们要忠心跟从 就要彼此相顾互相扶持 他认识到耶稣是永生之道 认识到耶稣是生命的主 当时很多人为何离场呢 离开耶稣 因为他只是以为耶稣是一个夫子 老师 哲学家 好的医生 神学家 等等 但这些是没用的 当面对很多冲击来到的时候 以上也是没用的 唯有当你认识耶稣是我生命的主 是我的救主 我不能够没有祂 他们说是Essential的 才是真正的基本的需要 那我们就不会轻易离场 不会轻易地来放下 他说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圣者 他说我已经知道 这个我已经知道 不要误会 我已经信了 我使用了离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我以前已经信了你 我现在继续相信你 我将来无论什么困难都好 我坚持都要相信你 在说希列文的时态 是现在完成的时态 是不断下去的 是会知道 会继续相信 等于你有没有将我们的知度 转化成为行动 他说我已经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所以我继续要坚定去相信主 所以很多人只是停留在知道 很多神学丰富的知识 圣经的知识 但一到生活的问题 就好像忘了这些圣经的知识 和原则 就和其他世界的人的看法 是完全一样 这是我们很多软弱的基督徒生命的表现 就是这样 所以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说十六章十三节 又是一句精净的说话 他说你们没有要警醒在真道上 暂立得稳 保罗经常说要暂立 站得稳 要坚定 不移 帖前第三章第七节 他说 所以弟兄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 恩着你们的信心 就得了安慰 这个意思就是 原来我们基督徒的信心 是彼此牵动的 彼此影响的 彼此帮助 彼此扶持 我们的信心不是单独一个人的信心 基督徒不是一个孤独 基督徒是一个连接的大地 所以他这里说 我们恩着一切的困苦患难 恩着你们的信心 就得了安慰 这个我们和你们的关系 不是独行俠 不是孤单的一个人 不要偏行己老 我们要同心同行 同心祷告 在动荡的时代 困难的日子里面 会得到从主而来的安慰 第八节更加说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说你们若靠主暂立得稳 我们就活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说得很生动 即是我们的死与活 就在于我们有没有靠主暂立得稳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将这件事 看为死与活 那么重要的时候 这样你就不会轻忽 圣经的教导 也都不会轻易的回答 主耶稣的问题 就是你们是否都要走 你们是否都要放弃 如果我们看得这么重 我们就会好像彼得说 主下你有永生之道 我不跟你 还跟哪一人过来 我们要同心 像这个拼图那样 四个人一起聘合这个美丽七彩的拼图 少了一个人都不行 少了一块就不完美 所以我们需要同心 合意 去坚持到底 所以保禄的说话 永远都说 你们要靠主暂立得稳 耶稣在六章到三节里说 我对你所说的话 就是灵就是生命 神的说话原来 是这么重要 这么宝贵 难怪我们要体重 而圣经里面包含了两种说话 第一种我们通常叫做 原文里 Logos 就是真道 真理的意思 包括那些很客观 是很尝试到应验的话 就是一定的 放诸四海皆准的一些圣经的教导 但是圣经也包括另外一种说话 是Rimmer 意思是说 是应对着每一个人 当时的特别的情形 而给我们的说话 没错 我们都是读这一节圣经 但是每一个人读完之后 他的领受体会和得着都不同 尤其是 可能以前你读这一节圣经 和我今时今日 面对我人生很动荡的时代 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 突然这一节圣经 好像跳出来 好像很生动的 勉励了我 鼓励了我 这就是Rimmer 属神的 很特别的一些说话 圣经这边时常都有这些情况 所以好好读圣经 为什么我们说灵修是每日灵量 我们日常的铃 是日常的 你记住这句说话 是活的 每一天可能都是不同的 昨天你读这一节圣经 和你今天再读 可能又有不同的滋味 是能够喂养我们 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带着这种信心的态度 去接受主的说话 这样我们一定会得到美好的供应 问题就是 我们有信心 但是没有了信心的态度 你听清楚我这句说话 我们是有信心 我们都知道什么叫信心 我们口讲很多信心 但一面对困难 我们的信心就是态度没有了 是吧? 我们跟一般人一样 我们没有用到信心的态度 从我们的态度里面 就看得到我们没有信心 等于我们看人的态度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看人的态度就知道他的立场 他连这个信心的态度都没有了 我们怎样坚持到底 怎样暂立得稳 永生之道 意思内容就是 在主的说话里面 是有永生的 所以我们要坚定相信 神的说话 是带给我们永生的 耶稣说 只不过很可惜 当中有人不信 不单止那些后来退场的门徒 而十二个门徒留下的后来 还有一个人退场 就是以后分第六章最后说到 有一个叫做犹大 最后出卖了主 是悲惨的立场 这个很可惜 成为我们的一个警醒 和提醒 不信是很危险的 不信会产生很多不服气 硬颈 背叛 甚至转离神 所以不信可能只是一点 但是会慢慢地扩大 就好像丢了一届很小的石头 丢到湖水里面 湖水慢慢地产生了涟漪 那涟漪就一直扩散出去 一点的不信 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 是否能够站得稳 跟从我们的主 所以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 为愿你们今天听神的说话 留意是今天 不是昨天 不是昨天听了 不是今天也要听 明天也要听 每天我们都要听 听神的说话 因为听神的说话 就带给我们 如何去面对 这个动荡的时代的每一天 诗篇139篇那里说 求神啊 你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我觉得这是我们 这个动荡时代的祷告 在动荡的时代 仍然有永生的道路 不是身亡 不是绝望 不是灰心 不过我们需要主 牽着我们的手 好像爸爸拖着女儿 带着她走一段 永生的道路 走过人生的低谷 走过很艰难的岁月 走过动荡的日子 颠簸的日子 我们也可以走过 因为神的手 带领引导我们 求助帮助我们 在动荡当中 暂立得稳 什么最动荡呢 是我们的心最动荡 是你的心最动荡 不是这个世界动荡 是你的心动荡 当你的心动荡 我们就站不稳 所以把心交给住 让我们一同起立 同心土局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管理好我们的心 让我们将心归给你 不要做那些中途离场的人 倚靠你 站立得稳 做立志 跟从你到底 让主要你牽着我们的手 行走永生的道路 帮助我们面对种种的困难 与难所都不灰心 因为生命的低谷 总有一天 我们会走出去 我们会跨越 我们会见到光明 我们献上感谢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来听 你合时的说话 能够满足我们灵里面 需要的说话 还有这个动荡的世界 但求神帮助我们的心 不动荡 因为有耶稣住在我们当中 我们同心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请领受祝福 但愿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永恒不变的恩慰 我们天父神 那个永恒的慈爱要临到你 圣灵的感动 真理的话语要光照我们 我们的家 我们的教会 蒙神的保守 不断的建立 在动荡的时代当中 让我们见到神的真理的亮光 与我们同行 我们同心 祷告 和领受 从主以来的祝福 是奉我们的主 救主耶稣基督得圣之名 阿们 阿们 各位请坐 分享 神经的收到 即使是 哩 哩 哗 哩 哩